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,指着美国独有的影响力及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,透过增加关税及制裁手段,向多国施压并发动贸易战,令环球投资环境陷入纷乱,随着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升温,使资金纷纷流向美元,美会指数及美股因而屡创高峰。 然而,人有悲欢离合,越有阴情缘缺。世间事情去到一个极点的时候,便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正是所谓物极必反,风水轮流转,摩根大通已预计,若贸易局势持续恶化。2019年美股EPS将预期征发8美元。 年增长率将从10%下降至5%。除非有其他对冲出现,BPS下错将结束美股升浪。高盛亦预测标普500指数将会因为,美国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%关税,而导致下跌25%至2200点。 红市亦预料会被抹去市值6万亿美元。已欠卦,天道亏盈而益欠,地道变形而留欠,人道恶盈而好欠,认为满而将外日,牵为不满而能接受。 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向美国财经频道表示,若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过量金融制裁,会驱使投资者考虑投资其他货币。 全球最大资金经理人分黑亦认为,美国通过单边主义的方式进行贸易战,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美国以外的公司转与中国合作。 很多欧洲藏商已表示,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相当担忧,这可能促使他们会直击转向与中国合作。 长期来看,尽管仍美看得到人民币能取代美元地位,为各国大批的商家都选择在中国,设立公司而不在美国的话,美国将会损失巨额利益,甚至危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。 国际投资组组织OFII最新的发布显示,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于今年第二季度为负82亿美元,是自2015年初以来首次出现负值。 FDI负值 OFII的说法是因为有高度不同尋常的资产抛售和交易,约有1000亿美元价值的权益将已转移到了海外。 FDI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伤害。至今仍是未知数。中美双方皆不能幸免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近月美汇指数已经转弱。相信美股独强将不能持久。 资金流或会从美国外日而流入其他市场。近日港元汇率有转强迹象。投资者应留意市场或在短期内出现逆转的情况。 投资策略可采取适度平衡的部署。